男人彻彻底底想要你的三个表现 千万不可辜负了 在爱情当中往往受伤的都是女性同胞 因为他们比男人在爱情当中服输得多 然而当女人们陷入到热恋当中就会无法制拔 他们的自伤就会转变成零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跟眼前那个男人根本就不是真心爱自己 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要想判断一个男人到底是不是真心爱你的 就可以通过以下这几个表现 如果你身边的那个男人有以下这几种表现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要好好地珍惜他 因为这种男人他是彻彻底底地想要你 并且想和你共予爱和 遇到了就好好珍惜吧 一把自己的感情史和之前的种种经历都告诉你 我们都知道男人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是如果哪个男人他是真心地爱你 你会发现每当他在自己难过伤心的时候 总是会第一时间去找你去诉说 在你面前他会表现得肆无忌惮 甚至会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出来 像这种男人就可以看得出他是真心爱你的 并且他还会把自己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所有的经历感情史 或者是种种挫折都会毫无保留地去向你诉说 像这种男人他对你一点防备都没有 因为在他内心深处少都已经把你当成了自家人 并且他想要和你好好地爱下去 直到天荒地老 如果你遇到了像这种男人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好好地去珍惜他 不要因为自己无理取闹而弄丢了 原本属于你自己的真正幸福 不管工作再忙都会考虑到你的感受 我们都知道每个男人他都会在自己结过婚之后 以事业为重 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女人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 不想自己的女人跟着他日后受苦受累 这样会让别人瞧不起 当一个男人在工作非常忙的时候 总是会抽出空闲的时间去和你聊天或者通视频 那么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嫁给他 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 像这种男人真的是不多了 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陪伴你 就能够看得出他对你非常的用心 然而在这个当今社会上 很多男人都是玩弄女人感情 之后就拍拍屁股走人 从来都不会对那个女人负责任 因为在他们心里 觉得像这种水性洋花的女人玩多了 也就无所谓了 可是这种男人他内心只想对你一个人好 并且会把自己每个月所赠来的工资 都全部上交给你 他从来不担心你会卷钱跑了 三 带你去见他的家人 同时也想去你家见见你的父母 当一个男人真正爱上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总是会合理地安排时间 然后把他和你谈恋爱的这件事情 告知他的亲朋好友 以及他的父母 因为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就是他这辈子想娶的那个女人 他想在婚后一辈子都对你好 并且想和你共度一生 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尽早地去见你的家人 他总是会把你的父母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去对待 像这种男人他内心非常的孝顺 总是会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愿意和你一起去分担 同时也会考虑到你的感受 今后你们结过婚了 他也会不定时地去看望你的父母 如果你娘家出事了 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去帮娘家渡过难关 如果你遇到像这种男人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要好好地拥抱他 因为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以上就是一个男人彻彻底底 想要你说表现出来的种种迹象 如果你遇到了就好好珍惜吧 今后你和他生活在一起 他会让你非常的幸福 并且不会让你在婚后担心婆媳关系相处 他总是会在你和他妈妈之间处理得很恰当 他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点的伤害 因为在茫茫人海中 能够遇到一个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人 真的很不容易 往往大多数的男人 他们都是花言巧语 把女人骗到手 可是像这种男人 他们都是用心去爱一个女人 如果你遇到了 就好好地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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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Nevada 从茫茫人海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